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个人非常喜欢看中医 所以我觉得这一起来我已经自己选边站了 你支持中医是吗 对 我非常支持中医 那我就反对好了 不是总得有个 现在徐老师 不要这样嘛 现在反对的人太多了 所以要支持一下 其实没有什么新鲜的事情 就是中西医之争 这家伙上百年了 对吧 一直延续到今天 现在这个战争 我很期待 因为又出现了一件新的擂台 这个事情是什么呢 北京有个烧伤科医院的一个医生 这个医生呢 他的网名叫烧伤超人阿宝 他是个西医啊 他在微博上发起挑战 就是说 不考别的 哪个中医敢出来 就是卖 就是切卖 只靠切卖 能够知道这个妇女怀孕没怀孕 你知道他的这个挑战本身 其实社会各界 有人说是炒作 有人说什么 那我不知道 我不管 但是就我个人来说 我很期待 就是说 中医可以不要那么暧昧了吗 就是说 你比如说啊 说中医 知道你怀没怀孕 我跟你说 你问一百个中医 一百个中医会告诉你 这是小儿科啊 中医 这连怀孕都摸不出来吗 但是 你看看 到底是不是真的 所以我特别期待 就是说 我有没有应战呢 还真有一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一个杨真大夫 现在应战了 双方现在正在在具体环节上扯皮 就是 就如何实施 要由谁让多少妇女 要怎么样环境条件之下 他们展开兑换了 对对对 签上线了 签也谈好了 有主持人在中间就开始不断的沟通 32个育龄妇女 要找这个志愿者了 然后是什么呢 你决定就是这种实验 我希望他能科学的设计一个实验 就是 有布帘 帘拉着 这个杨大夫就是摸这个女性的脉 不能说话 就就靠这个 然后杨大夫也讲 就是说可能会有假阳性 就是说 他说这个也不是百分之百 但是他能保证八成 他说八成 没有问题 对 而且只要八成他就赢了 就赢了 他就说只要过八成就八成 奖金就阿宝他们拿出来 这是民间客人的 但是网友这一哄 现在已经加到了十万 老实说我都想加一道 你知道吗 你只想摸一下手吗 不是赌赢了 有分成吗 可能有赌局可以来 咱可以赌外围 我是说这个事 你们觉得很多人 我的看法跟别人不太一样 很多人我反而认为 就说这是炒作 然后也有些 包括杨大夫本人也说 说他也不代表西医 我也不代表中医 这是我个人的 不管是输了还是赢的 都不能说明什么 可是我的心情 徐老师您父亲也是从医的 对吧 我是太希望他进行一个测试了 我真想搞清楚 中医到底 咱们可以 你知道就说 粤菜 你看过周星驰那食神吗 不要讲大道理 就是干炒牛河 对吧 就是干炒牛河 最能看出你这个厨师 你这个火候 这到底怎么样 所以说中医 你也不要瞧不起这是个多么简易 从这开始 咱们能不能去检验一下 就是中医还能不知道人怀孕了吗 但是到底能不能知道 还是我很期待 这什么时候 我们要现场观战 现场转播 好 现在第一个参赛者已经把手伸出来了 双方正在扯皮 双方正在扯皮 一会儿这个 他们在对谈的 对谈关于对谈的细节 场所这些东西 包括这个杨大夫可能就说了 说这个我们有个医学伦理委员会 你要得到这个医学伦理委员会的一个什么同意 但是好像是这个事情呢 就医学伦理委员会 就是说呢 伦理委员会说 我们只对这个正当的这个医疗的这个实验 去出这个证明 这不算 你们这个 升级赌金 这不算 然后呢 阿宝到最后急了 可能是就直接在微博上叫嚣 就说你到底接受不接受挑战 然后最后这杨大夫也是说 说那如果说你可以 你你不想通过这个伦理委员会 那也可以 我并不是执着于这个 好像这个事情再向前推进 就是我们有可能希望看到这个测试 这是一个秀了 这是一个网络 现在因为有这么大的网 网的作用 现在大的胃口 大得不得了 现在报纸一般就几百万份 网络每天有几亿的人在点 所以这个每天要 他就像一个动物园里边 这个胃口非常大 你每天要投很多东西 这种都是最新投下去 让大家消耗一点 吸引点眼球的 但是你讲的这类的事情 就中西医 讲了多少年 中西医结合 中西医比较 我倒觉得可以系列性的展开 就是展开一个研究项目 就能不能有一个可能性 比方说某个医院 你有很多产科吗 那有很多人来检查 有没有怀孕吧 那你在他西医检查的同时 请他们志愿的 也请中医检查一遍 所有东西都保密 但最后这个百分比 可以拿来做科学的证据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就还有很多病 西医是这样看的 中医是这样看的 能不能就是 比方说一些简单的病 大家都有方法医的 大家都有方法来诊断的 那么请一些病人 比方说你两个都相信的 或者你不介意 这里看完了以后 那里免费帮你看一下 那你就去做一下 那么这个数量一大以后 自然就会有一个 比较 比方对什么病 中医 西医 你是要做CT CT做出来 是什么的结果 那中医在这个情况下 他不做CT 他用什么方法 他能够达到 百分之多少的诊断率 这个真的是一个严肃的科研项目 为什么没有人做呢 这个当然是很好 可能做一个抬头 也许以后有人会觉得 但是我觉得全面的 因为这个事关 多少民众的生命健康 要是中医真的 就是有很多时候西医 达不到的 中医能达到的 那这个多好 要是是真的是达不到的 早点让人知道 人家也就不要费这份心了 对不对 就是你知道就是这个中医 要是作为一种文化 我绝对赞成 对吧 它是这么样的博大精深的 一种中国文化的一个部分 对吧 应该继承和发扬 但是呢 具体说到看病这事上 我跟你说 我都犹豫好几百年了 我就觉得这个事情 哎 比方说啊 金木水火土 对 哎呦 你知道这个西方的所有的这个 比如说数学 他比如他建立几 建立在几个不正自明的公理之上 比方说 那当然我不懂 达表达表达说 一加一等于二 这个不需要证明 这就是 但是 圆周率啊 对圆周率 你建立在这个不正自明的公理上之后 所有的其他的原理 从这里推理出来 对吧 好 那么作为中医的很多 我听着特别爱听 你知道吗 但是呢 我就觉得有谱嘛 这个就是怎么说呢 你比如说 他都有时效啊 问题是我们中国人 很多人就把这个当成已知的科学定理 去跟你讲 你看你们女的最爱说这个了 就比如说 哎 气血不顺 不是 我说你应该早早睡早起 身体好 这个是西医也承认的 但是是不是像那种说的 说你看 晚上11点呢 到1点之间 是干 干排毒的时间 你要这个时间没睡好 就怎么 然后1点到3点呢 又到什么心脏了 什么9点到几点呢 是肠子排毒了 然后 哎 他们就这样信誓旦旦的 这么说着 一有时差了 怎么办 到了不同的地方 天经地义的 所以叫倒时差 然后身体就会很虚弱 对 我有时候常常就是想拆穿他们 也不叫拆穿 可是我觉得 你这个事 什么 干排毒定的几点到几点 是干休息 未休息 这东西是真的吗 我觉得很难用 我觉得中医的话 你很难用 比如说量化 比如说我去照一张什么 就可以出来或干嘛 但是我觉得中医 为什么他敢这么说 他其实也是一个数据的累积 就像是你看12星座 的那个感觉一样 12星座 你觉得每个双鱼座都很梦幻 每个什么天平座都很公平 什么的都不是 它是一个数据的累积 还是说他可能在看的时候 可能他看2000万人 他在这个时候的时候 他的肝脏的这个脉搏啊 什么什么 出现了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规律 把它规律下来说 变成是他的定律存在 我觉得是这样 你讲的这个 我觉得还是比较符合我的判断 科学一点 就是说 不是说 就是说中医啊 在这个数据的累积方面 可以跟星座学 有一篇基本 星座理论 星座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你看说到咱们这个几千年的中医啊 我想给你们看一组图片 我不是前一阵去德国吗 我去这个海德堡 海德堡呢 有个著名的海德堡的古堡 海德堡古堡 海德堡古堡里呢 有个欧洲最大的药房博物馆 所以德国人弄着博物馆挺挺挺行 药房博物馆 他把他 我都没看得过这个 哎 你可以 用我的照片 你来游览一圈 你给我给 我给你来看看 这就是这个这个古堡的外观啊 再从右边就进去 你看下边 你看 这就是德国以前的 这个你看 是不是像咱们中药铺 其实也差不多 放吧 我们放 你看 还是德国人爱机器 他们这种 比较早期的 这种 这种还是蒸馏啊提炼的 你看德国人善于搞机器 你再看 这是他当年的这个药柜子 咱往下放 你看你看这是里边的这个这个药 药品 我跟你说 你仔细看啊 里边有很多动植物 你看这是他的一些医疗器械 哎 这是他早早早期的这么一些 哎 药啊 小瓶子装着的 面啊 粉啊 这种 剂啊 方剂啊 就是那个液体的 你看这是 这柜柜台嘛 还有这个秤子 秤 秤秤秤药的 哎 你瞧见 看见这个小老鼠没有 看那个老鼠没有 还有这么一些啊 这个动物啊 矿物啊 这么一些个东西 你再看下面 你看 看这就是他的一种药 中医里也有动物的入药 你看 你再看下边 哎呦 他甚至拿头盖骨 头盖骨碾碎了 他也是一种药 然后 你看 这是他的器械 这说明他也有早期的西方的这种调调 你看他这个玻璃的这种 有好多都是瓶子 都是这种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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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嘴的 你看 这家伙好像跟法西斯行军事一样 但是这是他做中药 这不是做做得药的 做得药的地儿 你看 这是他早期的一些做药的这个机器 秤子啊 你看 德国人就是爱爱爱爱 把他发明各种各样的这种机器 但也是锅呀 这些玻璃瓶子啊 再往下看 你看 也是做药的机器 我们中医也有这个碾子啊 滚子啊 之类的 这小针尖 你看 这就是他这个在线的 德国的这个药房 你看 德国的药房 你看 我说 这个感觉 德医和中医一样不一样 当然不一样 可是呢 我看着 很像 因为我 我 你比如我看他这个药房博物馆啊 我看到一种什么呢 这个你不要讲中西方 现在很多人很喜欢讲西方 西化 实际上呢 这是一种前现代 这是德国医学的前现代 现在之前 藏医 印度医学都有自己的传统医学 他们大多就是草药 动物 矿物 直接入药 你要说理论 中医 五行 阴阳 那么印度医学 传统的婆罗门医学 叫做地活水风 对吧 那身体几个器官属于风 风动 呼吸就是风 就是风 肺嘛 是呼吸 出了问题 等等 你都有这样一些哲学理论 去指导 可是 现在说的西医 实际上是我们讲的 现代医学 对 他提炼了 比如很多 中药啊 甚至藏药 甚至印第安人用的药 如果哪种成分管用 西医提炼出来 他做成西药了 精致化了 他们各家的一些 就是精髓所在 结合在一起 是啊 你讲的这个是很重要 就是 就是名字啊 你要透过这个名字 看这个现实 你单讲中一西一啊 好像是个地域 文化之争 对 其实它有个时间上的发展 现在很多问题都是这样 有很多的 我们简单讲 东方文化 西方文化 好像它是绝对对立的 其实西方文化也一直在变 对不对 你女的 黑人 一百年前都没选取权的 那那个西方文化 现在跟现在就不一样了 那东方文化也在不同的变化 所以千万不要忘掉 这个时间的这个变化 他就是在没有化学 没有现代医学的情况下 他们做药的这些道理嘛 你整天看中医 你说中医治好过你的什么病吗 没有出过你怀孕吗 当然是没有啊 小王 没有 没有就是 我觉得对我来说 中医就是一个保健身体的 就保健身体的一个工具好了 就是比如说 你就像我们常常是 导夜班日班什么的 那导夜班日班 你很累这件事情 你没有办法跟医生说 医生我那个导日夜班很累 你要开什么 医生就开安眠药给你 可是中医就可能说 因为你睡眠的时间不好啊 就会给你一些什么菊花啊 配什么枸杞啊 降火的药 让你的心神比较安宁 那像在这个时候 就比如说我这个 我去看中医 看西医就是没有效的啊 西医真的除了让你好好的 就昏迷的四个睡晚上没有 或者是比如说中暑好了 我们常常说什么刮沙 或是什么蒸八罐什么的 这个有时候你你热你不舒服 你去看西医 西医也没有说 他就说我也 你我量不出你有任何的不同 你就摸起来热热的 你就回家多喝水休息 可是中医可能就是 你火鸡在身体里面 什么帮你去火 然后什么湿气排出来 你就好了 那你也不知道到底为什么 但是真的也许就刮了沙之后 出出汗就好了 我发现一个现象 一般来说 一般来说 男的比较相信西医 女的比较相信中医 这是一种理性跟感性的形象 我再给你改变一下 一般来说 有病的比较相信西医 没病的比较相信中医 不不不 也是有病的 有病 真的我比较相信 就是说你你一定要 男的比较 一定要讲出一个什么道理吧 女的比较相信感觉吗 相信科学的比较相信西医 相信文学的比较相信中医 硬件比较相信西医 软件比较相信中医 我觉得谁讲的好 西学为体 中学为用 我觉得谁讲的好 就是这个中国科学主席 叫韩启德 这么一个院士 你知道他有一次讲 他自己 他自己当年在农村 学过九年的中医 然后他到一个大学讲课 他就问 他说同学们 那就是学中医药的 他说同学们 你们觉得 现在的这个医患冲突 是相比之下 是中医和患者间的关系好一些 还是西医和患者间的关系好一些 应该中医好一些 你看都认为中医好一些 因为他 他不有 没有硬性的promise 对 他的很多东西是很虚的 没错 对不对 然后他接下来又问一个问题 但是同学们 你们说 中医是不是科学呢 然后同学们 那当然学中医药的 他都是中医科学 中医科学 但是他又说 他说 但是我倒认为 中医确实不太科学 不太符合科学 但是他又说了一句话 不科学 并不代表他不正确 这话怎么理解 咱们广告之后可以再说 枪枪三元行广告之后见 我觉得 韩启德院士 他是个中西医都了解一些的 所以你看他讲这个话很有意思 他就说 中医五千年 他当然处理过民族不少的病 我顺便我也打一刹 我认为这种逻辑也不能成立 就是说 老是说 中医如果不灵的话 他五千多年守护了这个民族的健康 我说咱要是 要是黑猩猩里边也有医学 那黑猩猩几十万年的进化史 也是守护 任何一个民族 他也活过来了 对吗 你不能 蚂蚁 蚂蚁学 对 你不能就说这种大而化之的话 我也真是这么推理的 你们讲这个题目 我脑子在想 中医当然能知道怀孕不怀孕 否则中国人口怎么这么多 那可能就没 对 中国人 生孩子生的这么成功率这么高 你现在他玩这个擂台赛 那我就说 这就像过去中国的很多文化一样 他无比高深 但是最终他是个糊涂账 就是什么呢 现在已经有中医专家说了 说他去做这种实验根本是不科学的 不符合中医科学的 说为什么 中医是望闻问切 怎么能光切脉呢 不让我们看 我们还得看呢 以前哪里能看呢 以前不要说手都不能碰到一根丝线 甄嬛钻 你否则就是性骚扰啊 你知道吧 皇帝被抓 拜抓起来 那是传说 就当年的那个 一根丝线嘛 对 然后你摸 摸线来摸 这个传说 你这源于当年的那个医生孙思苗 孙思苗就是给一个娘娘啊 说不能摸他 然后牵一个线 然后那边有小人 有坏人 在那边绑个铜钱 说孙思苗一摸 这不是人的心脏 这是铜钱 又拿一个 又换了个木头 孙思苗一摸 这是木头 这就是中医 他就神乎其神 是吧 我也有一个信仰 我相信中医啊 有高人 可是一个守护着全民族健康的事情 如果靠这个少数的几个高人啊 恐怕也救不了 救不了重 所以我的意思是讲啊 我我我还是讲这个韩韩院士啊 他讲这个话啊 为什么我觉得很有意思 他说确实能治好很多病 但是他说我也 我认为中医啊 确实不太科学 因为科学啊 有他一套逻辑和原则 如果你把中医非要 咱今天 我们今天都盼望 你中医 你能不能接受一下科学的检验 双盲法 到底就科学 他但是韩院士认为啊 要是这么弄啊 中医很吃亏 因为什么呢 你整个就是个思想 你整个的这个 这个这个哲学体系啊 他都没法适应于 这个西方科学的 这一整套的原理原则 那你为什么要用西方科学的 来去检验它呢 那个东方的那套理论呢 他也他也是另一种科学啊 打个比方文学批评里边 我们用西方的来讲什么风格啦 文体啦什么东西 那中国文型雕龙里边一大套啊 你你你他有有这个文章 什么气呀 道啊对不对啊 这个文章什么的函啊等等 这个也是可可会议不可言传 也很多 也不能说他都不是科学啊 你比如说呃 前两年出过一个著名的一个事件 你知道吗 叫什么龙胆泻肝丸 你听说过吗 嗯 多少年的龙胆泻肝丸 然后现在就报有报道 公开报道啊 被发现里边的一种中药材 叫关木通 嗯 这个关木通实际上对肾有伤害 呃造成了就是嫌疑吧 造成了多起尿毒症 嗯 那么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被人报道 就是说中医中药 你没没没没没没见过他开立副作用 像这个 哦对 对像西药他写出来 所以人们都认为中药没有副作用 但是照西方人 照美国药检局的观点看起来 你是不是真没有副作用 你只是没有用我们的方法检验过 有没有副作用而已啊 嗯 我不是否认中药的效用啊 我是给你列举这些事实 对吗 嗯 对 最后就是修正你前面那句话了 你说没病啊 有病啊 我觉得是大病找西医 小病找中医 哎 对不对 你这个说深了 人家这个韩院士就讲 中医为什么好 中医是做人的艺术 所以艺术的那个偏差率就会高一点 艺术 不是甚至西医也应该像中医一样学习 就是西医你不要把人当成一个一具肉体 对 你西医 他现在也比较 西医也有效果 骨验共九亿